男女养生,各有侧重,这篇文章能帮你选择,更加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哦。 男靠吃女靠水,男靠吃,中国民间有一句古话叫男靠吃女靠水,对于男性而说,是主要体现在养肾经,因为肾主养体收藏,人体的养体肾脏,甚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。 一吃铁棍山药,既不胜羊也不胜你,用水蒸20分钟左右,每天吃半根,二吃点醋泡黑豆,黑豆100克煮熟后,放入密食品内,加入糙米醋300毫升,带黑豆吸收了醋,腾胀之后便可食用,每天吃剩20-30克,可不胜强盛,三早晨睡醒后,但大后脑勺,可以不胜气,缓解疲劳。 预防头晕,防止耳鸣,女靠睡,睡眠不足会使人疲倦,脾气暴躁,而且也不易保持注意力和快乐感,睡眠好不但能养好情绪,还能养好皮肤,这对于女性而言尤其明显。 一每天睡眠8小时左右,晚上10点到早上6点,二白天中午再休息半小时左右,三女性在经济因为失眠过多,可适当的增加睡眠时间。 男药冷女药热,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,生活在温暖,阳光充足地区,的女性寿命较长,在今后两所地区,居住的男性和活得更久。 男药冷,小伙睡两场,全凭火力壮,男人体质属窑,火力要比女人旺一些,所以男人养症不放冷一些。 一男性蒸桑拿或体育时,温度以37度到41度位移,二有生育要求的男性,在半年之内最好不要泡热水澡,或是蒸桑拿,三不要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大腿上用。 女药热,女人则要兼致热养生,因为寒则不通,不通则通,很多妇科疾病都是因为寒,一睡前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脚,能缓解腰背疼痛,促进睡眠。 二做家务时多用温水,预防关节炎和妇科病等,三注意三十分天一物,重点保护好腹部,四少吃寒性,深嫩食物,以免被月经不调,痛经等困。 男补心女补干,男补心,对男人来说,心元素至关重要,会影响其雄性基斯的分泌,在整场排泄中,男性每天丢失的心元素也要多于女性,一每天吃一小把松子,能补心,对大脑和心血管健康有利。 二吃点寒产品,其中母粒寒心丰富,每100克母粒寒心近100毫克,是补心冠军。 三说了吃好,增加日常的活动量,血清中心浓度也会逐步提高。 女补干,女性28岁以后,骨盖会逐渐减少,生一次孩子,骨量流失约10%,生的孩子越多,越容易骨质疏松。 到50到60岁,绝今这10年,骨质流失速度也会加快,丢失20%到30%,35岁以前的女性,骨量一定要达到高值,越高越好,否则一旦进入更年期,就踏上骨质疏松的路了。 你每天喝250克纯牛奶,这是补干的理想办法。 二晴天时在11点前或15点后,晒太阳15到20分钟,三不要过度节食减肥,男养胃女养脑,男养胃,男人应酬多,抽烟的又多,一旦管不好嘴,胃就跟着受伤,与女人相比。 男人胃溃溃疡,胃炎等病的发生率更高,一告别高盐,高油,高糖饮食,二吃些面食,小米粥,鸡香蕉等养胃食物。 三朝住早上,五点,七点合睡前,二十点,二十一点两个黄金时段,让我在床上容赴,也能养胃,养养脑。 每每一项研究发现,女性认知障碍症患病率高于男性,且随年龄增加,趋势更明显。 一吃点柑橘类水果,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炭氧化物质,有提高记忆力和预防脑细胞耸的功效。 量多参加全体活动,熟聊天,打麻将,朋友聚会等,男要领域要柔,男要理,男,上天下力,男子本意表示下天更重的人,也就是说,必须得有力量啊。 对男人来说,失去肌肉就失去了生命之本,如果男性在四十岁后,无法完成十个俯卧撑,或三十秒内反复蹲起十九次,说明肌肉力量明显不足,一几局雅琳练上肢,两多做半蹲练下肢,三每天坐仰卧体坐或平板支撑,锻炼腹肌,四一定吃早餐,否则身体就会消耗肌肉。 女要柔,趋线与柔软完美的结合,才能成就女人令人厌仙的身段。 尽管有些人天生柔弱性不好,但后天练习也很有效,年过四十岁同样不晚,很多人以为衰老是从眼角第一到周恩开始的。 其实身体柔弱的减弱也是衰老的重要定罩。 一最简单的动作,就是盘腿坐,可以锻炼腿部,腰部力量,二经常压腿,但要循序渐进,一开始可能腿只能抬到板凳上,逐渐抬高到椅子,桌子上。 三每天认真练习十到二十分钟,四坐瑜伽,既能练柔软,又能尽心养生。 男多静女多牌,男女心理需求不同,出现心理压抑时的表现也不一样。 男多静,男人已过四十岁,身体肌门开始减退,而脾气却日渐增长情绪爆发时。 不少男人会带着点雄性激素的暴力,爱摔东西,动手动脚,生一次气,会一次健康,宽容才是让身心更健康的王牌。 一般火气上来之时,听听书款的歌曲,收拾一下办公桌,或者居室外走走,这样都可以降低血腰,平稳心率,而生气时和杯水。 三放松坐下,闭眼,缓慢的深呼吸五次,四静量微笑,并回应愉快的是,可以令心脏跳动恢复节奏,血液流动趋于均匀。 女多排,女人确实比男人更需要排解,哭和说,是解压的利器,但女人诉说是要注意场合,比如别在孩子面前,公共场合等地方,老到丈夫的不是。 一有烦恼一定不要憋在心里,可以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,或者像爱人,好友倾诉,而也可以把枕头当作假想敌,雷琪拳头横打,让自己的负面情绪彻底的发泄。 三写日记,也能量好解压,在日记里记下让自己愤怒的人合适,四每天运动三十分钟,能有效缓解百分之三十的压力。 当然,这里说的男女有别,是指男女养生,可能会稍有侧重,并非让你一定按照这个来。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法,健健康康活百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